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果然超级倒霉 难不成云大小姐想要赖账 你上次在食堂摔了我一百万买的变色龙 怕破点皮都要我花两千块钱去治 你说这笔钱是不是该找你算 少爷 我终于找到您了 你 你们怎么过来的 我说过不要总是跟着我吧 我做错了什么 少爷 是您说你早上忘记带钱包和手机 让我们给拿过来的吗 这家伙 没有带钱包 所以才 原来是楚少爷出门忘了带钱了 饿了才一直惨我 不就是一顿午餐吗 我还是请得起的 你少得意了 我的宝贝变色龙 医药费可是实大实的 难不成 你想就这样赖过去 少爷 你又忘了变色龙一直都没事 回去您喂了几条壁虎后 他就又上龙活虎了 这个就是猪都有的感觉了吧 滚 你的叶色师说 楚北野又来找你麻烦了 是谁睡得跟注意啊 本来还指望你这小妮子能帮我忙呢 结果每次到中饭时间都呼呼大睡 食堂几乎都没剩什么饭菜给我们了 嘿嘿嘿嘿 哎呀 你就别再念叨了 楚北野我那惹得起啊 不过下次要是他再敢骚扰你 我一定为你出头 婉婉你小声点 在班上讲这个魔头名字我还活不活了 班长 运动会我们班推荐云香翔跑一千五百米 他人高腿长 跑步对他来说绝对是小意思 对啊 还有四百米和跳远 我们都觉得云香翔可以做得很好 什么 运动会 还要我跑一千五百米 喂 一千五百米 你们自己怎么不跑 当事人就在这儿呢 谁让你们擅自做主的 你别给我太嚣张啊 莫婉婉 你以为我不知道那天是你缺告的谜 我对付不了云香翔 难道还对付不了你吗 你最好给我小心点 转杠的好姐妹 让她好好为班级争光 我们都很期待的哦 莫婉婉 你没事吧 她刚才对你说了什么 是不是骂你了 真是火大 喂 你是班长吧 这种情况你都默不作声的吗 我可做不了主 云香翔现在可是女生功底 你们自求多福吧 婉婉算了 他们那群人针对我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就算和他们扯赢了嘴巴官司 保不齐报名表 还是会写上我的名字 想想 难不成你真的要参加吗 没事的 就当锻炼身体了 况且离正式开幕还有一段时间 好好练一下 到时候不是倒数第一就行 若能通过这次运动会 也许辅导员就能记住我的名字 到时候没准专业调剂 会更容易点 等着吧 我是绝对不会轻易屈服的 我说有什么时候 还ingers痊弄 就搅放了 今天也不ąt了 还算是明镜